大家好,这里是细品岁月 做家庭主妇的第三年 我的丈夫提出了离婚 她的初恋先与我有了她的孩子 他们需要我腾出地方 林薇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她身上戴着很浓重的酒味 我接过她的外套 在外套上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 但我并没有多想 林薇是公司的业务主管 有应酬很正常 我一手抱着外套 一手扶着她坐到沙发上 然后去卫生间将衣服放进脏衣篮 去厨房端了醒酒汤 放在她面前 林薇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抬头看着我 然后迷迷糊糊地叫了句 言言 我有些惊讶 我叫欢言 小明示叫 言言 但林薇从来都没有这么叫过我 我忽然心底变得很柔软 蹲下来摸了摸她的头 喝了快去睡吧 我说 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她去洗澡的时候 她的手机突然响了 我本来想拿进去给她 但看到是个陌生号码 想着这么晚了或许是骚扰电话 于是就挂了 很快就来了条短信 你喝了不少吧 回去了好好休息哦 谢谢你帮我挡酒 我看着这个文字有点奇怪 林薇的交际圈很固定 这个陌生号码号码发来的消息 透着一种熟悉和亲密 但感觉并不像林薇 身边的那几个朋友 会是谁呢 我突然听到浴室门响的声音 就顺手放下了手机 走过去扶着林薇躺下 第二天 听到我问 林薇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 一个校友 她解释道 号码忘了存 是吗 我顺口道 男的女的 男的 林薇说 是个男同学 我 哦 了一声 虽然奇怪 为什么一个男同学 还会发带波浪号的消息 但很快就被我抛之脑后 今天我约了医院 我和林薇结婚三年都没有小孩 林薇的妈明示暗示了很多次 林薇说自己检查过了没问题 可能是我这边有问题 我得去看看 医院又是抽血又是必超 给我折腾了一早上 下午结果才能出来 我只好给林薇打电话 想让她过来陪我吃饭 但是林薇没有接电话 过了半晌 发信息给我 说她正在开会 我只好自己去买汉堡 汉堡店旁边是个咖啡厅 隔着玻璃我看到 一对男女正在吃饭 那个背影很像是林薇 我盯着两人 那男的起身给那女的拿包 正好对着我这边露出了全脸 居然真的是林薇 她不是在开会吗 我的汉堡好了 我只好接过汉堡 转头还想再看 他们已经消失了 我胃口全无 直接回了医院 检查结果还要等几天 护士告诉我 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号 结果出来了可以手机上查 哦 好的 我扫了马 关注了 林薇这几个月开始频繁出差 要不就是加班到很晚 她说公司给她新加了业务 这天我出门采购 正好碰到林薇喜欢 吃的那家糕点开门 我就买了些打算给她送到公司去 去了公司 一听我要找林薇 前台的小姑娘露出惊讶的表情 林经理 她说 她这两天请假的呀 我愣了一下 请假 她今早明明说晚上回来的晚一些 需要加班 我突然想起那天 在咖啡店看到的一幕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她的 出差 和那个一起吃饭的女人 脱不开关系 姐姐 那小姑娘突然叫住我 昨天是您的生日吧 林经理买了好大一束玫瑰花啊 什么 您还不好意思了呢 那小姑娘很善解人意地笑了笑 虽然有点晚 还是祝您生日快乐哦 我看着她 确定她没有开玩笑 玫瑰花 加班 一个荒谬的念头在我脑中生起 但我还不太确定 我平静地对那个小姑娘点点头 嗯 谢谢你 对了 可以加你微信吗 那小姑娘拿出手机 爽快地和我互加了微信 林薇果然回来得很晚 我照例给她煲了汤 但和平时不一样的是 我加了半片药 这是前段时间因为睡眠不好 医生开给我的 只开了七片 林薇身上带着很浓重的香水味 看到我拿着外套秀了秀 她脸上划过一丝不自然 今天见的客户是个女领导 身上喷的香水比较浓 她解释道 然后就沾了些 我笑了笑 能沾这么多 那女领导怕不是扑在你怀里了吧 没关系 我温和地说 明天我帮你运 你裤子要不要一起运 她刚要答应 突然想到了什么 摇了摇头 不用了 她说 裤子干净的 我眯了眯眼睛 她的衣服一向是全套运整的 不让运裤子 那只能说明裤子里面 有不想让我看到的东西 我笑得更温和了 是吗 那好吧 我说 快去喝汤吧 我专门熬的一定要喝完哦 我看着她喝了汤 然后就催着她去睡觉 我怀疑的事情 当时就要求证 一个小时以后 我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个药对于她这种睡眠 本来就很好的人来说 简直有奇效 林薇几乎可以说睡得人是不行 我从脏衣篓拿出她的裤子 然后从兜里摸了两个手机 一个我很眼熟 就是她平时来用的 还有一个手机我没有见过 看上去像是新买的 我按亮了手机 屏幕上林薇和另一个女人 亲密依微的照片 猝不及防地映入我的眼睛 这是设定的屏保 自己担心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我看着照片发呆 想着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突然手机震动了一下 一条微信进来了 亲爱的 你到家了吗 她没发现吧 林薇对这个手机 可能真的太信任了 居然都没有设定密码 我定了定神 拿着手机去了卫生间 坐在浴缸旁边 我打开那条微信 对方的名字就两个字 炎炎 我突然想起那天她喝醉酒 拉着我模模糊糊叫出口的那句 炎炎 突然有些好笑 我太自作多情了 我慢慢地翻着两人的聊天记录 最上面第一条的时间是三个月前 林薇参加同学会的那一晚 所以这个人 就是她那个所谓的 男同学 或者 女领导 我拿出我的手机 把这些聊天记录都拍了下来 我还特地看了看 林薇这个手机通讯录和微信里面 只有一个联系人 就是这个叫 炎炎 对人 我是个家庭妇女 但我并不是法盲 就现在来说 保留证据是最重要的 拍完照片 我慢慢地走出去 把手机放了回去 林出门的时候 林薇突然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记得你那里是有张存哲的吧 她说 我这两天有点急用 先拿给我 李燕每个月都会将工资的一半 交给我当生活费 而我会存一部分去银行 当作以后小孩的教育基金 李燕那时候说如果有孩子了 她会好好挣钱养她 给我的钱让我自己花掉 话虽如此 我还是会去存 我看着她 林薇有些慌乱地眨了眨眼 还是给了我一个微笑 怎么了 阎欢 这么看着我 没事 我说 我下午给你转过去吧 存折我换成银行卡了 啊 那你把卡给我吧 林薇说 我直接取方便点 我心里冷笑了一声 好啊 我说 我去给你找找吧 说着我就进了卧室 开始翻箱倒柜地磨蹭 昨晚我给那个小姑娘发微信 说我第二天中午 要给他们林经理送午饭 方不方便 那小姑娘告诉我 今天林薇要陪他们老总 谈生意可能来不及 我不经意地问几点到 来不来得及让她送我去买东西 小姑娘说约了十点 早上得早点到 而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果然 在我翻腾了十分钟无果后 她终于忍不住了 好了 她说 找到了你就下午转给我吧 丢三落四 这么重要的东西都随便放 我低头应了个 是 其实那张卡就在我的手边 但是 如果不通过银行转账 我怎么留证据 卡里面还有三十万 我算了下金额 全部转了过去 过了一会 林薇的电话打了过来 老婆 收到了 她说 幸好你平时攒钱了 嗯 我说 你回头了还是要还我 林薇似乎愣了一下 咱们俩怎么还有啥还不还的呢 她说 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呀 对 我说 这不是留着以后有宝宝了用吗 她诡异地没了声音 我想 看来十有八九 在外面把孩子也弄出来了 老婆 我还有点忙 挂了 林薇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我自己在外面逛了一下午 快到晚饭的时候 林薇打来了电 说她今晚公司团建 去得挺远 就不回来了 我答应了 转头就发微信给那个小姑娘 亲 今晚你们是不是 有什么公司团建啊 那小姑娘很快就回过来 没有呀 既然是撒谎 那就说明她的确有别的约 我冷笑了一声 接着发消息 林经理说晚上要和我出去 是不是有什么惊喜啊 哎呀 那小姑娘恍然大悟到 怪不得呢 林经理问我哪里 适合吃烛光晚餐哦 看来是想给姐姐你一个惊喜呢 惊喜 是吗 我回到 那是哪个呀 姐姐你不要惊喜吗 当然要啊 这不是怕赶不上 所以问问是哪个 我在她附近做个美容 美美的赴约呀 那小姑娘不宜有她 爽快地给了我地址 我一看 优吼 还真舍得下血本 五星级的饭店 还带吃住一体的 下午六点 我准时出现在这家酒店门口 为了避免被赶出去的风险 我选择用林威的卡 订了一个双人晚餐 如果能碰到 就算林威倒霉 碰不到 我就当犒劳自己了 现实证明 林威的确不算幸运 我戴着口罩走了进去 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 包厢里正在畅谈的两个人 一个是林威 另一个女的 应该就是另一个手机的 唯一联系人 我冷笑了一声 你好 我对前台低声说 是这样的 那位女士是我朋友 今天相亲 我替她把把关 但不能让那位男士发现我 你能帮我一个忙 把我安排在他们后面那个位置吗 前台小姐了然地点点头 五星级就是五星级 她非常体贴地让服务员 先放下我那个隔间的帘子 确保那两个人都看不见我 这才带我过去 他们俩的说话声 非常清晰地传了过来 听说你家是那片别墅区 是不是 是 林威笑眯眯地说 风景很漂亮 后面是一片树林 还有湖 林威最得意的就是我们的房子 地理位置好 几乎就是她出去必吹的东西 阿威 那女的开口 什么时候去你家啊 这么久了都没去过你家呢 林威愣了一下 去我家 我慢条思理地喝了口红酒 我是个家庭妇女 几乎全年都在家 我倒要看看 林威怎么把我支出去 我 那个 我老婆一直在家的 她说 严严 我们每次都在这家酒店不好吗 这里环境多好啊 人家在给你省钱呀 那女的称怪地说 现在这么花 以后不给我们的孩子留着 就你今天给的三十万哪里够啊 林威沉默了一下 再说了 那女的说 以后那就是我们俩的家了 我提前看看 难道不行吗 她撒娇的确是一把好手 这嗓子我听着都酥了 我想想办法 她最后承诺道 我切下一块牛排 然后关掉了手机的录音功能 剩下的就是她俩调情的话 我还要吃饭 听不下去 林威第三天回了家 我没理她 但她压根没发现我态度的冷淡 她明显有些心神不宁 坐立不安 在我身后一直转悠 我说 老公啊 我突然开口 我看最近那个周边旅游还挺火的 我想出去旅游 什么 林威看着我 似乎不敢相信这种 瞌睡遇上枕头的好事 就这么落下来了 我支持你 她惊喜的表情藏也藏不住 去玩几天吧 你要不要一起去 林威愣了一下 连忙说 我最近很忙的 你知道 你自己出去吧 可不是 我喜欢旅行 最近一次都是三年前的蜜月旅行 后面林威一直说自己很忙 再也没有带我出去过 太贵了 我装作很犹豫的样子 再说我走了 谁来照顾你呢 林威见我态度松动 连忙说 没事言欢 你去玩吧 钱你不要担心 我转给你 我笑了一下 那好的 我说 那就过两天去玩 具体哪天呢 林威急不可耐地问 我看了她一眼 她似乎也觉得有些太着急 掩饰地咳嗽了一声 说 那个 我的意思是 到时候我送你 后天吧 我轻声道 后天去玩 林威几乎是欢天喜地地将我 早早地送到我说的集合地点 我告诉她 这次的旅行要四天 等她离开后 我在这家集合地的民宿 订了一周的房子 在房子里舒坦地睡了两天 第三天的时候 我开始了自己的计划 我先打了电话给林威的妈 他们两个都已经退休了 现在就等着抱孙子 聊了几句家常 我就切入正题 妈 有件事我想找你们帮忙 怎么了 言欢 最近林威太累了 我说 爸妈 我想着给她个惊喜 你们明天能来家里一趟吗 明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个饭 我实在是太贴心了 林威的爸妈愉快地答应了 然后我打电话给那个 林威公司的前台小姑娘 姐姐 那小姑娘说 这两天林经理回家好及时哦 有时候都会偷偷先跑掉 是不是去陪你了 我咽下一口骂人的脏话 是的呀 我说 是这样的 和你认识这么久了 觉得和妹妹你很投缘 明晚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想邀请你来参加呢 真的吗 姐姐 那小姑娘高高兴兴地回道 恭喜你们呀 然后那边似乎传来几个 小姑娘窃窃私语的声音 这个小姑娘接着问 姐姐 那我可以带几个同事一起吗 大家都好羡慕你 和林经理的感情哦 都想来看看呢 好呀 我求之不得呢 连忙说 欢迎大家都来 但有一点 一定要保密哦 特别是不要让 你们林经理知道呢 是到了 你要给她一个惊喜吗 小姑娘很了解地说 绝对保密 然后我又邀请了林薇 和我的大学同学 为了不让林薇知道 我请他们一定要保密 一起回去给林薇一个惊喜 最后 我拨通了一家跟拍摄影 工作室的联系电话 是这样的 我说 我想预约一个明天的跟拍服务 是的 明天是我和我老公的结婚纪念日 对 我要一个有经验的摄影师 拍摄技术很好的那种 对 要拍整个过程 重点是开门以后的 主要有特写 一切安排就绪 我给林薇打了电话 告诉她 我在G市 要多玩两天 回来了会告诉她 林薇几乎喜出望外地答应了 第二天 我从民宿出发 在车站接了林薇的父母 轻轻热热地寒暄了一回 随口告诉他们 为了给林薇一个惊喜 我请了林薇的同学和朋友 还找了摄影团队 最后热热闹闹地给大家拍照 林薇这个人其实比较虚荣 我觉得这个可能 也遗传了她的父母 她父母非常喜欢 被关注 被重视的感觉 所以在听到我请了这么多人 特别是还有摄影团队以后 更是喜足颜开 颜欢还是想得周到 林薇她妈拉着我的手 林薇打拼了这么多年 一直低调 这次趁着你们的纪念日 是得好好庆祝一下 是啊 我说 我还订了蛋糕呢 过会我们顺路就过去拿 拿蛋糕的时候 我专门打了电话给那个小姑娘 她们已经马上到我们家了 同时摄影师也给我发来了消息 说已经等在我们别墅区的门口 我们这几拨人在别墅区门口相遇 那小姑娘带了不少人 保守估计得有五六个 我大概看了看 几乎都见过 应该是林薇的同事 大家抱着鲜花 还有的抱着红酒 姐姐 那小姑娘开心地对我挥了挥手 我也笑着打了招呼 然后给那小姑娘 介绍了林薇的父母 那小姑娘嘴很甜 和那几个同事 你一言我一语地夸起林薇来 林经理年轻有为 对姐姐可好了 是啊是啊 没有哪个父母不喜欢 自己的孩子被肯定 林薇的父母脸上 都笑出了一朵花 我知道他们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于是大家其乐融融地往家走 我专门叮嘱了摄影师 从进门的那一刻 一定要全面地拍摄 我要看到我老公 脸上惊喜的表情 我笑着说 看到这么多人来庆祝 我们的纪念日 他肯定非常高兴 门厅并排放着一双皮鞋 和一双高跟鞋 嗯 不是我的尺寸 我冷笑了一声 走吧 我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 今天周末 林薇可能还睡着呢 大家好浩荡荡的 跟着我上了二楼 到了卧室门口 大家看着卧室门口 扔着的那双丝袜 愣住了 我笑了笑 确保摄影师已经兢兢业业的 将镜头对准了卧室门 然后一脚踹开了门 我真的要感谢卧室的门 是真的非常隔音 林薇压根就没听见我们的声音 这让他和那个女人 藏都来不及藏起来 林薇和那女的正坐在床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林薇直接愣在当场 然后他身边那个女的一声尖叫 我只看到那女的闪了一下 然后飞快地藏到被子里 林薇的父母差点晕了过去 林薇的几个同事和同学面面相去 这段时间的隐忍 屈辱 还有对林薇的失望 所有的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上前一步 捏住林薇的胳膊 对着她的脸狠狠地 扇了一巴掌上去 啪 的一声脆响 所有人都安静了 林薇 你 你这是在干什么 林薇的母亲颤抖着嗓音问道 林薇的父亲已经躲过身边 小姑娘手里的玫瑰 冲上去没头没脑的 对林薇砸了起来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混乱 视线扫到那张凌乱的床上 真讽刺啊 那床头还挂着我和林薇的结婚照 林薇的母亲不知从哪里 摸出一把鸡毛胆子 也冲了上去打了起来 林薇的同学和那几个 小姑娘脸色尴尬 不知道要不要上去劝嫁 那小姑娘可怜巴巴地看着我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眼圈红了 那小姑娘突然伸手抱住我 拍了拍我的肩膀 姐姐 她说 你别难过 这时 眼见着林母要冲上去 打那个躲在被子里的女的 林薇连忙上前挡住 妈 林薇一边狼狈地躲避着鸡毛胆子 一边喊道 严严她怀孕了 房子瞬间鸭雀无声 啪哒 一声 林母手里的鸡毛胆子落在了地上 林薇搬了出去 摄影师将那天的视频发给我 我检查了一下 确认她将整个过程 都拍得很完整 然后将摄影师的尾款截清楚 不到一个月时间 林薇出轨的事情 就传遍了整个公司 那小姑娘一直和我有联系 她很单纯 林薇在她心里 顾家爱妻的形象一招崩塌 她非常为我鸣不平 我这时候才知道 这小姑娘的爸爸 居然是林薇的顶头上司 姐姐 我爸爸说了 这种作风有问题的员工 坚决不能提拔 那小姑娘说 对家庭不忠贞的人 工作上能有什么建树 林薇本来很有希望竞聘主管 现在因为这件事 竞聘的资格都被取消了 林薇的几个同学都是看着我 和林薇从校园走到婚姻的 对林薇非常失望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 已经删掉了林薇 以后也没必要见面 但如果我有需要 他们可以帮我 比如找工作 我笑了笑 说再说吧 过了几天 林薇的父母联系上了我 要和我谈一谈 好啊 我在电话里慢慢地说 那你们来家里吧 我们谈 林薇和她父母一起上的门 欢言啊 你一直是个好孩子 是我家林薇对不起你 林薇的妈拉着我的手 慢慢地说 可是你看 那个林严严也怀孕了 大人再有什么错 孩子是无辜的呀 我瞬间就明白了 所以 你们的意思是 林薇和我离婚 然后娶那个女的 我说 你们觉得林薇出轨 对我没什么伤害 是吗 林薇的妈神色僵硬了一下 还是扯出一个笑 欢言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呀 懂事 我觉得有些可笑 结婚三年 我孝顺公婆 伺候老公 结果老公出轨 我只换来了一句 懂事 你提要求吧 林薇的妈说 你怎么样能同意 那好 我干脆利落地说 我要林薇净身出户 她不是追求爱情吗 人不是我的 房子和存款我要的 林薇的妈脸色 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林薇的爸也皱起眉头 看了我一眼 欢言 你在说什么 她说 这房子是林薇买的 何况你没有工作 这几年花的不都是林薇的钱 存款那也是林薇 把钱给你了你才存的 怎么就变成你的了 话不能这么说 我说 我在家当家庭主妇 好吃好喝地伺候她 请个保姆也得给工资的吧 那我这几年算什么 那你当家庭主妇也不是 林薇拿着刀逼你当的呀 是你自愿的 成年人了 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呀 林薇的妈连忙说 我气得头晕 以前怎么就不知道 林薇她妈这么能说 而且 欢言 你也看到了 林延延可是怀孕了呀 她又软了语气 说 你没生过不知道 养孩子很需要成本的 你把房子存款要走 这孩子怎么办 我冷笑了一声 她出轨在先 这会反倒成了我的不是 我说 房子不给事吧 行 那我就不离婚 不是找到真爱了吗 那这孩子我看着你们生 只要有一天我不签字 这孩子生下来就是非婚生子 有本事就去上户口 林薇的妈没想到一向柔弱的我 居然会说这样的话 有些措手不及 林薇一直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 这会听到这里 说 言欢 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懂事的 我就是太懂事 所以才让你钻了空子 我冷笑 今天看来是谈崩了 你们尽管脱 不是怀孕了吗 我看你那真爱的肚子能脱多久 林薇一家面色难看地坐在那里 最后还是请了律师 因为林薇并不想放弃这座房子 停前调解阶段 我的律师告诉我 因为我这边保存了所有证据 视频通话录音都有 足以证明林薇是婚内出轨 属于过错方 所以我基本是稳了 林薇的律师也发现了这一点 所以和我们商量 能不能给林薇留点东西 比如她从我这里转走的三十万 我拒绝了 我和林薇校园相识 她也曾对我真心爱护过 我们结婚交换誓言的那一刻 谁都没有想过我们还有为了分开 而会有对不公堂的这一天 我不是什么圣母 当她背叛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 我们之间没什么情分可以再谈 最后在律师的协调下 林薇给我签了协议 一年之内会将三十万还我 同时将房子过户到我的名下 这样就不打官司了 因为林薇现在声名狼藉 怎么在公司继续待下去 已经耗费了她大部分的精力 已经分身乏数 无法再与我的 离婚官司上耗费精力 走出法院的时候 我觉得很轻松 但心里却还是有一丝空荡荡 那个女的站在院子里等着林薇 算日子她应该已经有四个月了 现在不太能看出肚子 我的手机 叮了一声 是短信 我看了一眼 居然是我医院的检查单 这段时间比较忙 事情又乱 我根本都忘了查 那个护士小姐就给我发了过来 我打开看了看 根据这些数据 我的指标没问题 身体也没问题 言欢 凌薇叫住我 你太狠了 她说 我笑了笑 看了眼面色难看的凌薇 不想和她争辩什么 对于她 我无话可说 我专门看了看 依偎在她身边 那个趾高气昂的什么炎炎 视线落在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上 怎么样 她挑衅地看着我 活该你们要离婚 凌薇的第一个孩子是我生的 嗯 我懒得理她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合 再也不见 休养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重新找了工作 如果非说有什么特别的 那就是在那个小姑娘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一位骨科大夫 人很诙谐幽默 两个月后 她变成了我现在的丈夫 叫李静 结婚的第二个月 我就怀孕了 我早就知道我的身体 没什么问题 至于为什么和凌薇没有孩子 想必是天注定 我和她没有什么缘分 这天我去医院做常规产检 拿着单子出来了 却刚好遇见有人在 产房外和护士吵架 本来我也不错这个热闹 但是那个声音却很熟悉 我以为我听错了 于是转头去看 结果真的是凌薇 看来是她妻子生了 那护士拿着一叠单子 正在和凌薇争论着什么 你说我儿子是什么血型 凌薇的神色突然有些可怕 哦行啊 那护士笑眯眯地说 万能血型呢 我太太是AB行血 凌薇怒吼道 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是O行血 你们肯定是搞错了 那护士也被她吓了一跳 一听自己的专业受到质疑 忍不住对道 先生您讲话要实际的啊 AB行血怎么不可能 生出O行血的宝宝呢 嗯 我记得很清楚 凌薇是A行血 我们这个可是正规医院 燕血也是单人单管 今早就只有您一家的小孩出生 怎么会搞错 那护士见凌薇失魂落魄 于是好心到 您可以上网查一下 凌薇面色铁青 往后退了几步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说完 她猛地往墙上砸了一拳 护士无奈地看了她一眼 正好护士站有人叫 于是转身就走了 我拿着自己的产简单 想起那天什么炎炎 趾高气昂的表情 忍不住冷笑了一声 凌薇不是没有常识 她是太明白了 如果这位炎炎是AB行血的话 是绝不可能和A行血的凌薇 生出一个O行血的孩子 我装好单子准备离开 一转头 可真巧 刚好遇上凌薇的妈 她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补品 正往病房走 一看到我 愣了一下 欢言 我点了点头 你是来 她神色一变 戒备地看着我 你不是来闹我家儿媳妇的吧 我笑了一下 扬了扬手里的检查单 不是 我说 产检 她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看了看我的肚子 你 怀孕了 她说 是啊 我淡淡地点了点头 四个多月了 你不是不能怀孕吗 我愣了一下 谁说我 随后立马就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了 怪不得当年凌薇的爸妈 对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 原来症结在这里呢 谁说我不行 我冷笑了一声 这么看来 当年 有问题的可不是我呀 凌薇的妈神色一僵 气呼呼地说 我家凌薇可没毛病 我大孙子可刚刚生下来呢 我温柔地对她笑了笑 那就恭喜您了 您开心就好 凌薇的妈瞪了我一眼 提着手里的汤伤水水 昂首阔步地就往病房走 刚好和红着眼睛从医生办公室 出来的凌薇撞了个正着 我本来想走 却忍不住想看看热闹 凌薇她妈没看到凌薇脸上的表情 笑呵呵地拉住凌薇 声音故意放得很大 我孙子她怎么样呀 凌薇脸上青红交加 嘴巴动了动 没说话 问你呢 凌薇的妈说着就抬高了 手里的保温筒 你看 我给我们家儿媳妇 还包了鸡汤 话音未落 凌薇将那桶夺过来 狠狠地砸到地上 啊 凌薇的妈吓了一跳 气得扑上去 拍了凌薇两巴掌 你干什么 疯了吗 凌薇突然脱力地坐在地上 也不管满地的鸡汤 抱住头就不说话了 我还记得凌薇的妈说过 人啊 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怎么了 是李静 她知道我今天检查 忙完就跑过来了 没事 我笑着挽住她的手臂 看见一个熟人 发现认错了 伟生 在我生下女儿的第三个月 那个小姑娘来看我 姐姐 你知道吗 林经理和那个小三离婚了 哦 我心里隐隐猜到了原因 还是问道 为什么 谁知道呢 小姑娘撇撇嘴 闹得可难看了 那女的又喊又叫的 整个公司都跑出去看 你不知道林经理那个脸 不过姐姐 我想问问你 小姑娘低声说 林经理是不是不喜欢小孩啊 为什么这么问 我说 他们离婚了 林经理不要小孩 特别坚决 小姑娘说 听说本来两个人在征房子呢 然后林经理说 孩子让那小三带走 房子就给他 不然就拉倒 我笑了笑 他不是不喜欢小孩 而是像他那么虚荣的人 怎么可能容忍自己 戴这么大一顶绿帽子 也许吧 我说 过两年遇到合适的 或许就想要了呢 不过现在与我无关了 我低下头 我怀里的女儿 对我甜甜地笑了起来